各位無國際國際會員 大家好 因會員的要求 我們今天開了這個講堂 那就叫做平經濟ABC 只要你講的沒有跟美國人一樣好 那麼我相信在這裡我們都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我們從最基本的26個字母A到Z而開始講 然後會講到一些發音我們一般會犯的錯誤 我已經先把它標註出來 紅色就是我們台灣人比較容易犯的錯誤 OK 那麼我們現在就一個一個來捏 這個是捏A B C 其實C我們也有可能會唸成C 就是夕陽的C那個C 可是這個應該要唸成C 也就是說要先發出這個聲音 然後也就是說你喉嚨不要震動 然後就先發C 喉嚨這麼震動很簡單嘛 兩個指頭放在這裡 看看它有沒有動就知道喉嚨有沒有震動 C OK D E 好來了 F 這個F 我們台灣人很容易唸成F或者是F也不對 這個F是輕輕地輕鬆地唸 有一點像A的音 這個A在語音學上它是最輕鬆發的一個 也就是說小孩子 有小孩子或是有觀察到嬰兒 它最早發出的音就是 呃 為什麼 因為就是你裡面完全放鬆 而且沒有 舌頭沒有任何的起伏 也沒有緊張 就直接發就是 呃 有沒有 就是我們常常講壞的時候會 呃 或是 呃 呃是我們這個中國人 華人 台灣人 會比較講 呃 對不對 可是一般來 像美國人他們會講呃 有沒有 呃是對我們一發的音 那這個有點像 呃 F F 就是比較接近 呃 而不是不要唸出E 就是A F就不對 如果有A F就不對 是 F 這樣 然後 7 這個問題就大 因為很多人會 這個英語裡面是沒有 呃 我們助英符號不是這樣寫嗎 呃 那麼 呃 德文裡面 我學過一點德文 就兩年的德文 德文呢 也有 這個也念呂 而且他們呂比我們的呂還呂 就是說 是更小 就是像 譬如說他們說再見 Goodbye 他們唸 去死 有沒有 去死 有點像去死 去死 有沒有 那麼這個呢 不要有呂的音是 G 就是比較像記得的那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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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OK 這個是F 這個是A H 就是有E 比較多是H 那麼我看電視 其實有蠻多 去過美國或是受過 呃 受過比較高教育的人 其實這個H 都我覺得都發的不是很好 他們可能會唸H 這樣子 其實是H F G H 當然平常唸不用那麼誇張 就是H H 有點E這樣就可以 然後這個沒有問題 我愛你的愛 愛 J 這個J呢也有人會發出比較U的音 就是J有沒有 其實是應該唸G A 比較靠近E J K 這都沒有問題 這個 我們比較弱 L F 其實是F 有點像這個A F 這個是L 那個L 最後呢 我們一般人 都發不好 我也練習很久 就是差不多 在20歲左右的時候 我也 也 有 透過這個語音學的教授 這個糾正 就是 L 就是 舌尖要抵到 這個上 顎 就是牙齒跟那個 硬顎 我們那個 這個結構是這樣 是 這個是牙齒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 從裡面看的話 這邊這一塊叫硬顎 好 那麼後面呢 這個叫軟 顎 那這個就比較軟 這個比較硬 如果這個是 tongue 這是舌頭 這個忘記怎麼拼 不好意思 這下次再拼 有點忘了怎麼拼 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麼 這個舌頭呢 是頂在這個地方 L 有這樣子 L 因為你在發 L的話 你看 你注意你如果發 很快 L 那個L有沒有 都會先把舌頭頂上去 所以這個是 L L 所以那個 要把它頂上去 L M 那個M一定要避 避嘴巴才唸出來 有的人這兩個分不出來 但是這個 你記住這個是 M M 這個很簡單 N 這個 這個的鼻音會比較重一點 M 因為它最後會變成 M M 那這個是 N N 就是 N 就是說你發 N N 然後 N 自己 就是說這個 要發 N N N 有一點快要N 但那個N不要N出來 M N O 這個比較沒有問題 O 那個U可能要發出來一點 O P Q 這又是紅色 R 那個R 要把舌頭練習 把它捲上去 我們才會發得好 譬如說那個 我們 一開始學英文 就是 有 READ 舌頭要先放到後面再發 READ READ 不然一般我們發 LEAD 就有點像 有點像 R加上 L 變成 有點READ 有沒有 就會 比較台式的一個 美語 所以是 先放到後面 R READ 對不對 R READ READ R R S 這個S就跟這個F 的S一樣 S 那個S 然後發出來 這個S就有點像C的這個 前面 C 對不對 這個是 S 輕鬆一點的 S S 像我們 因為小S 大S 很有名嘛 那很多人都會說 小S S 大S 那個AE 就是有點像台灣的AAA的A 那如果你 念美語的時候 你要念S 一定要輕鬆的A F S 就小S 但這樣唸可能 就是你中音加在一起就 比較難唸在一起 所以我們 唸小S也很 很自然嘛 但是你如果單獨要唸這個字母的話 唸給老外聽 美國人、英國人 其實都是要唸S 輕鬆的 S 這個 為什麼都紅色 因為 我們的T T足球的T跟這個T是不一樣 而這個不是T 是T 就是比較多的氣音 是S T 有沒有 S T 它跟T皮球的T不一樣 所以你說 如果說你唸 S T 就不對了 好 那麼要唸 S T 所以你看很多那個 ABC啊 有口音的就會唸 我 我 T 有沒有 他們會唸說今天T足球 T 它也發得不好 所以它反過來發 過語的話也發得不好 S T U 這很簡單 V 這個其實剛剛應該要標紅的 沒有標到 我拿一下這個 標籤 M T T 糾正一下 V 這個V呢 要 上尺 這排詞 V 要咬著下面的嘴唇 V 然後先發V V 那就是 就是要震動V 這樣有沒有 就是像那個 可能年紀稍微有一點 就知道那個 布袋西那個 那個 那個牙齒就露出來 V有沒有 這是V的部分 好再來 這個呢 不好唸 它其實是 Double 就是 兩個 Double U 是兩個U嗎 W U在這 是 Double U 其實它是W 德文也是 Double 我記得是 Double 就是 德文是兩個V 好像我記得 這個不重要 德文 不是我們學習的重點 Double U 所以是 念快點就是 W W 是 W 所以是 這兩個連起來 V 然後 W 有沒有 W 這個是 輕鬆的 跟 這個 跟 這個 的道理是一樣 也是輕鬆的 就是 X 這個是 F S X 你不要念成 X 有些人他 叫 交往過正 他就是 想要念很好 沒他 反而有的地方 他多念了 就是說 這個 蝴蝶音的部分 這個就是蝴蝶音這個部分 我聽很多人會念F 或是 S 也不對 或是 X也不對 這個就是 F S X 這樣子 輕鬆的 因為我們以前在學 KK音標 他標好像是 這樣標 所以 輕輕鬆鬆的 X 這個沒有問題 Y 就是 歪來歪去的 或是 那個外婆的 Y Y 這個就比較難了 這個是 Z Z 我有時候懷疑我自己都發 發的不是非常好 但 原理是這樣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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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 這個是如果是牙齒 上面下面的牙齒 從側面看 這個 舌頭放在這 Z 他就要震動 在這個地方 震動 Z Z 這個我教很多 像我以前在那個 友達UA 叫UAO 然後 在那個 Marvel 都教過一些主管 他們 基本上 都 學這個 都已經有問題 這很難念 對我們來說 Z 那麼 像 譬如說 ZOO 就是動物園 ZOO ZOO 像 ZEBRA ZOO ZEBRA 還有什麼 拉念 ZIPPER 寫在這 ZIPPER 這個不是很好念 需要練習 ZIPPER ZOO ZIPPER 這個是Z OK 那麼 你要把這些念好 你就常來聽 常來念 只有這個方法 語文就是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不要想太多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 要怎麼把英文念好 美語 美語念好 我說 不要想啊 你就一天到晚放著 因為Walkman 那你不是 不見得要一直聽 就是 音樂嗎 因為偶爾 聽聽 我推薦其實 以前我那年代是空中音樂 什麼 那麼 你看現在有什麼program 就是有什麼 那個 英語教室 你就去一直聽 一直聽 一直聽 就會進步 OK 那也不一定要聽我的 那你就找別人的 一直聽 一直聽 就好 那麼這邊呢 給大家提供的是大寫 那我就再唸一次 喔 這書 好 來 還是打著 放到這裡 這樣OK了吧 OK A E C D E F G H I J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今天先講到這邊 那麼我們下回見 謝謝 沒有 我們下回見 好 십 我們下回見 謝謝